请问,一个家庭运气的好坏,真的跟女人有关系吗? 家里的运气是不是真的由女人来决定? 有一个小故事,我讲完了,你思考一下 说,在一个山村里面有两家猎户 这两家猎户都是以打猎为生 每家猎户每天都能打一只兔子 然后正好够家里人吃 运气好呢,就多打一点 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 我说到这儿,请注意 两个妻子开始上场了 第一个家里,猎户的妻子每天就抱怨自己的生活 说,你真是一个废物 然后跟孩子说,你看你爸爸,就是一个笨蛋 每天只能打一只兔子 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发财致富呀 然后不断地抱怨和指责 那这个家里的猎户呢 每天出去打猎的时候,都是垂头丧气的 然后带着压抑,负面的情绪 打完猎,他不着急回家 就在山里面坐着 因为回到家里面临的是什么 就是指责 第二个猎户的妻子出场了 这个妻子呢,他每天都会赞扬和鼓励自己的老公 说,你每天都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每天都能让我们有野兔吃 然后跟自己的孩子说 你的爸爸就是一个大英雄 每次出去打猎都能打到猎物 所以你看,这第二个猎户呢 每天在鼓励的状态下 出去的时候心情很好 打起猎来浑身有劲 有的时候运气好,就多打几只 打完猎物,他不愿意在外面待 他就想早点回家 跟妻子孩子团聚 这两户猎户 第一个猎户 家里过得越来越贫瘠 而且夫妻感情越来越差 第二个猎户 打的兔子越来越多 拿到集市上去卖 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 而且家庭氛围也特别好 所以讲到这儿 大家想一想 其实啊,女人说出的话 有的时候就像紧箍咒一样 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氛围 所以,一个家庭里的运气好不好 女人的态度和女人的表达 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